评分只有6.7的恐怖片 但各大平台评论区一眼望去全是好评 他们都在夸这部电影题材好 翻砖好 结局更是秀出天机 这是一场驱魔仪式 所谓驱魔 就是赶走附魔在人身上的恶魔 恶魔有很多种 想要成功驱魔 就必须要知道恶魔的名字 然后念出相应的咒语 恶魔被赶走了 男人得救了 一旁家人感动的哭成一片 随后 神父走到镜头前说了一番激动人心的结束语 接着镜头拉远 原来神父根本不是什么神父 刚才你看到的一切全是节目效果 这是一个直播团队 每场直播都有剧本 特效师 录音师 化妆师 还有个导演 他们的频道只有5万粉丝 但已经靠直播现场驱魔赚了很多很多钱 而神父其实私下是一个酗酒蹦迪 经常和女粉丝优惠的渣男 这天 渣男继续扮演假神父 导演准备好提词器 灯光师 特效师 一切准备就绪 距离开播还有20分钟 可表演受害者的演员迟迟迟没有到场 演员还在来的路上 这时 皈依的事情发生了 他虚了 他赶紧往回走 眼看直播还有6分钟开始 没办法 答应对女友说 要不你顶一下吧 带个耳机跟我的指令走就行 女友女友捏捏的还是答应我 此时 屏幕后已经聚集了25万观众 直播开始 女人跟着耳机里的指令 做着各种浮夸动作 神父开始念咒语 把驱魔毛巾搭在女人的右手 直播间立刻上链接 同款驱魔毛巾 限量秒杀 全国包邮 不一会就卖出了好几百条 导演高兴坏了 在特效师的配合下 现场灯光闪烁 阴雾缭绕 氛围营造非常到位 神父又开始逼恶魔 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开始念咒语 关键时刻 录音师突然晕倒 导演怀疑他最近嗑药了 让他去卫生间洗把脸清醒清醒 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水龙头的水 镜子里好像有东西 这是一场有剧本的直播驱魔表演 没想到误打误装念对了咒语 召唤出了真恶魔 直播室里 气氛越来越诡异 神父继续按照剧本表演 倒上圣水 女人身上开始冒出诡异的红颜 特效师懵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安装冒烟的道具 他看向导演 导演也表示没有安排过这个剧情 女人突然抬头 把神父击倒在地 他们浑然不知 真正的恶魔已经来了 被浮身的女人 一个眼神点燃特效师手上的火焰纹身 特效师立刻爆燃 小助理用灭火器灭火 但喷出的却是汽油 短短十秒 特效师直接被烧成一滩烂泥 这一幕 让屏幕后几十万观众目瞪口呆 导演意识到 这次真的玩大了 他赶紧报警 下一秒 大镜头前向观众求助 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根本没人相信 就在这时 恶魔发话了 如果有人停掉直播 那么他将会瞬间杀死 这个被附身的女人 如果谁想逃离现场 下场就和刚才的特效师一样 直播结束还有49分钟 观众人数水涨船高 他们只能乖乖就范 接着 恶魔开始和观众互动 既然你们喜欢演戏 就让观众开始在直播间留言 神父必须满足观众的要求 另一边 导演正在查找恶魔的信息 因为既然恶魔真的存在 那找到相应的咒语 也一定会有效 为了拖延时间 神父只好按照要求去做 现场脱光 手摸电扇 脚踩玻璃 场外观众看的是心惊肉跳 现在的主播都这么玩命吗 就在这时 女人疯狂的挣扎起来 原来她的意识 并没有被恶魔完全控制 她试图和恶魔抢夺这具身体 下一秒 女人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女人快窒息了 一旁的导演焦急的看着女友 神父竟然从女人的嘴里 硬生生拉出一条毛巾 这正是今天直播间里 购物车里的毛巾 他们明白了 原来恶魔是想让他们忏悔 神父立刻走到镜头前谢罪 他向观众承认 以往的去摸直播 都是有剧本的 原来所谓的圣水 只是水窗头里的水 毛巾也只是普通的地摊货 接着女人又被噎住了 神父继续用手掏 恶魔向导演吐了一块金币 但是导演也要谢罪 导演承认 原来他一直背着大家 在团队的利润中捞钱 抽成高达70% 一旁的小助理精神崩溃了 他不管了 他要跑 此时的直播间人数 已史无前例地飙到了100万 直播结束还有19分钟 直播间人数涨到了200万 恶魔开始玩新花样 一把凳子 一根绳子 三分钟内 神父可以向粉丝求助 如果三分钟内 点赞率达到百分百 他就放了女人 如果任务失败 就吊死神父 计时开始 命圈一线的神父 开始坦诚地 阐述自己犯下的过错 祈求粉丝们的原料和同情 一番深情的演讲后 全世界的看客们 纷纷开始点赞 眼看就要成功了 但时间到了 导演想救 却瞬间被电线死死缠住 另一边 女人再次反抗争夺身体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救下二人 恶魔重新控制身体后 放出最后的大招 控制直播间播放了一段 神父和导演女友 不可描述的视频 导演当着1000万观众的面被掠 她失控了 导演一拳拳地揍着神父 此时直播间人数 已经飙到1500万 就在导演即将掐死神父的时候 二人恍然大悟 之前恶魔的种种行为 都指向一个目标 索罗门王72神魔中 排名第七的恶魔 阿蒙 阿蒙的攻击方式是烈焰 正好对应了前面被烧死的特效师 特点是喜欢让朋友反目成仇 既然知道了恶魔的名字 自然就能查到相应的咒语 恶魔眼看不妙 准备杀掉二人 导演抓住机会 把咒语投放到屏幕上 神父立刻开始念咒语 房屋震荡 灯灌破裂 恶魔魂飞破散 二人最终完成反杀 成功救下女人 此时 距离直播结束还剩三分钟 所有人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一开始被烧叫的特效师 动了 地上的尸体开始扭曲 又是一只恶魔 导演试图回忆恶魔的名字 大脑开始飞速运转 恶魔 笑 他说 他就是堕落天使 掌管72柱神魔的恶魔之手 撒旦 三人瘫软在地 撒旦走到镜头前 此刻 直播间 几千万人盯着撒旦 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眼 下一秒 全员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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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